今早的ET各股推介是中國平安2318 公司上星期四公佈業績 管理層之後指股價被低估 將會積極做好市值管理 會提高分號和回購股份等等 刺激股價上星期五曾經急彈 不過公司的受險業務 至少在今年上半年仍然面對很大的挑戰 現階段如果要投資中國平安的話 只是適宜保住價殘薄反彈的心態 儘管行業基本面疲弱 但由於估值低仍然維持買入的投資評級 投資者可以在52元買入一注 上網60元 失手潛低位46元就要減榜 公司去年的新業務價值是379億元人民幣 下跌了兩成三 符合市場的預期 利潤是1016億人民幣 減少兩成九 差過預期 對華夏幸福的投資持續拖累業績 去年為華夏幸福相關投資進行了435億減值 波低利潤243億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公司去年第三季 對華夏幸福的減值沒有重大變化 當時市場曾經憧憬日後會出現回撥 可惜去到第四季就重新出現減值73億元 公司指整體不動產的堂口 現時的風險仍然可控 自動戰為偶族 再次進行 自動戰為偶族